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展新观点 看两岸 展新观点 看两岸 今天礼拜五呢 二月的第一个礼拜五 非常谢谢Underwood 旅读中国杂志的企划主编 盖上完我们的朋友 在我们的现场咯 上完早 Coco姐早 各位听众朋友 新年快乐 为什么你头发是往上瞧 往上瞧吗 真的吗 我说比较急吧 我以为这是你这个 最新造型 好 这一期的最新的旅读中国杂志 好特别哦 是红色的底 金色的字 上面好多人 金瓶梅的银色 金色 十色世界 对不起 看古人怎么过大年 有四个标题 叫做红袖天香 不伦关系 春意无边 套贴欲望 对我们这一期 那有一个不伦关系 对了 其实我们这一期 也是蛮难得的 要带领大家 这个过去我们是带领大家 走城市的路线嘛 对啊 今天我们要穿越时空 回到这个明朝跟宋朝 去看一下古人 是怎么样过新年 而且这一次 我们比较特别的是 选定了一本 可以说是千古奇书啦 金瓶梅喔 看里面除了这个 十色的欲望之外呢 还有哪些跟我们日常生活 有关的一些描述喔 带领大家去体验一下 古人穿越的那种情境 是 好 所以 这一期 就是要先要告诉我们 古人是怎么样的 过大年的 金瓶梅的 女主角潘金莲 是在什么朝代啊 潘金莲的话 如果她 因为她的情节上 是程序的水浮状而来的嘛 那水浮状就说 这个是宋徽中 圣和年间的事情 不过说这个作者 兰林孝孝生 是明代人 所以其实落实在 她的书写上 有一些 这个混血的现象 所以就是 宋朝跟明朝 合起来的古人 怎么过大年 没错 好棒 那你们叫我们 看着金瓶梅过大年 不是叫我们 去穿金瓶梅衣服 或是打扮车 金瓶梅里面的 女主角吧 其实刚刚跟 可可姐聊天 她说 哎呦 其实现在台湾 这个比较开放啦 大家还是觉得 这个潘金莲 还是有她可取的地方 潘金莲挺可怜的啊 对她蛮可怜的 她的身世 是非常坎坷嘛 因为她从小 其实出生在一个 还算英识的 小康之家 可是因为父亲 很早就过世了 她只好三分两次 被生母转脉 对 所以她 从小就是一个 没有安全感的人 你知道吗 对 那作为这个 古代的一个女人 她最重要的出路 其实就是 依靠婚姻嘛 对 去做一个阶级的流动 所以她这个 一逮到机会呢 就想要往上爬 其实我们今天来看 也觉得 是人情之常哦 只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的一些手段 确实也是非常的 令我们发指就是了 嗯哼哼 好好 这个 那 潘金莲呢 她在水浒传里面 延续下来的这个角色 那 嗯 其实大陆 那山东有一个水浒传的一个 拍连续剧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很大的一个 对 对对对 里面还有潘金莲呢 勾引那个 西门庆的那个房子 那个房子 我们女生都上去这样 都上去看过 拍张照 哈哈哈哈 招一下袖子 对对对 很有趣 她当初跟西门庆邂逅后 就是她这个拿一个竹竿嘛 要把窗户撑开 对对对 不小心掉下去 然后东西就掉下去了 就打到了西门庆 对 好呢 所以 这个 邵文 这个 这是你写的这个 主编的话 每一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个潘金莲 你什么意思啊 是你们每个男人心里 都想有一个潘金莲吧 我觉得大家男人不用说 因为潘金莲对男性来讲 是一个这个 非常期待的一个角色 华罗你好诚实哦 可是我觉得就是说 潘金莲他其实是代表了一种 我们好像内心里头 永远在骚动 不能被满足的 那个欲望的缺口 嗯 那在古代的话呢 这样的人会被视为 这个坏女人啦 可是我觉得到现在 我们对于这个 欲望的讨论可以更加开放嘛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 刻意的去做压制 可是你心里知道说 自己隐然有一股 这个欲望的潮烧在涌动哦 其实我是觉得说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潘金莲 就是你的心中都还有一个 非常这个出于本能 原始的那种生命力的部分哦 嗯嗯 其实是应该要好好掌握 这种积月的生命特质的 嗯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的古人怎么过新年咯 其实这里面呢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 我发现就是金瓶梅里面 对于所谓的厨夕也好 团圆饭也好 这种春节正色的描写 反而比较少 嗯 他着重描写的是 像元宵节的场景啊 嗯 那过去的元宵节呢 跟我们现在也有一点不同 因为在明代的时候呢 统计下来 他是历朝历代 放元宵假最长的一个朝代哦 他放了十天啊 不像我们现在就是 呃 因为元宵节没放假 没有没有那种过节的气氛哦 那个时候的元宵节呢 比较像是我们今天的跨年晚会啊 嗯 到处都有表演啊 有节目啊 嗯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 古代的女人呢 不能够随便出家门的哦 只有少数几个 好像被特赦的时间 就是这个元宵节 他们可以相携 然后一起到街上去 走春啊 踏青啊 然后呢 与这个年龄相当的 呃男孩子眉目传情啊 都是利用这个机会哦 所以这个元宵节就变成 非常热闹 而且是充满了一种 情欲流动的一个 节庆的时间 嗯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 非常 这个 丰盛的一个报道 而且里面还 嗯 这个 嗯 潘金莲过大街 嗯 过大年了 嗯 过大年也要过个大街 才能过大年吧 这里面有不同的角色 对不对 哦 这个嗯 好几个人啊 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些过年的 嗯 这个嗯 在你们的杂志上面 所绘画出来的 这些主角吧 嗯 我们这次其实是 这个找了很多插画家 替我们这个 增设了 嗯 那我们就是仿造一个 大家如果看到我们开门夜 像最后的晚餐 嗯 所以其实每个人 他都这个 坐在同一个桌子前面 可是心里面 各怀鬼胎 对 各怀鬼胎 然后眉目之间呢 有一些秋波在流转 哦 其实大家晓得 这个金平梅最主要的角色 就是西门庆嘛 嗯 那即使是 他是承续的水浒传而来 可是在水浒传里面呢 这个潘青年杀夫 然后与西门庆 油染的情节 只不过是为了要凸显武松 这个打虎英雄的形象 嗯 他是非常短的一个过场 哦 可是到了金平梅里面呢 他的重点就变成在描写 呃 一般是属家庭 特别是这个妻妾成群的大家庭哦 背后那一些种种的综横百合 那种互相算计的那个情节哦 所以他的重点是有一些偏译了 嗯 那西门庆本身就是这个 呃 我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高富帅啦 那家里也 这个家境颇英时哦 所以他娶了六房的妻妾哦 包括大家熟悉的潘金莲 是他的五房娘子 那另外一个金平梅里面的瓶呢 就是李平儿他的六房娘子哦 所以其实这个西门庆呢 是斡旋在众家女子之间哦 其实也是蛮 这个对男人来讲是这个 又羡慕 然后又记恨的一个角色 他是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呢 有很多的这种人情的纠葛 值得我们在情色的描写之外呢 进一步去了解 对 他里面有非常多的铺陈啊 这个有人性面 有这个社会关系面 然后最严重的其实还是人性面 所以是十色信念嘛 对不对 那你们这个是跟芙蓉饭店合作的 那现在如果年假去芙蓉饭店 可以吃到金平梅的过年的餐饮吗 哦没有 我们这个是非常限定的 是独家的呀 独家的 其实这个金平梅宴呢 我们这次特别跟芙蓉大饭店 做了一个合作 就是我们在2月21号这一天呢 举办了一个配合当期杂志活动 做的金平梅宴哦 只能报名 对只能报名 然后呢 是一个妇科金平梅里面的小说的菜式哦 还有一些芙蓉他自己招牌的菜式哦 所以这个上一次台湾举办金平梅宴已经是十五六年前的事情了哦 那这次非常难得 我们就是这个带领大家阅读之外呢 要有实地的体验嘛 因为我们毕竟是十色的主题哦 也欢迎大家这个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参加共襄盛举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先啊 进一段广告好了 回来我们就好好的把金平梅啊 这个嗯的里面的古人的过年啊 他们是什么个过法啊 来做一个啊 非常仔细的描述啊 这个啊 结果后来这个到底他们吃什么东西呢 他们吃非常多 不会吃胖胖啊 唐朝的女生是胖的 胖的对 宋朝呢 我看你们画出来也还蛮服态的嘛 是啊因为他们都是大户人家的女子嘛 其实这个西门庆家呢 有这个大宴小宴啊 比方说里面我们找到一段他吃粥的场景 就是腊八 腊八节要吃粥嘛 吃粥之前呢要还有很多的讲究 要先上这个四个咸食啊 几道凉菜啊 还要炖烂啊体脂等等 最后才烘托出这个腊八粥的这个鲜甜物质味来 非常非常的讲究 对不对 对对对 是哦这个 等一下我们就来看看 元宵节其实也是哈 过年的非常重大的一件事啊 所以在里面 这些插画是谁画的啊 插画我们这是找了三四个插画家一起来 帮我们 这是画的 我还以为是是从哪个地方给找来的 没有我们是专程为了这一期的杂事去做的 好高纲哦 好这个 金瓶梅的十色世界 我们进一段广告完整的由甘尚文来介绍给大家 而且有朱振凡老师呢 加持这个 写到这个金瓶梅里面 这位你讲的高富帅的西门庆先生 他怎么样过他的 这个高富帅的参业人生 对不对 他真的是又色又好吃啊 忘记广告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时间是七点四十八分三十九秒 只剩七分钟不过呢 这本书呢 金瓶梅的十色世界 看古人怎么过大年 里面光是你们的那个 每边介绍的那个台湾食材的腊八粥就够上 就很精彩了是吧 好厉害呀 我们这次还特别教大家怎么样去做粥煮粥 对啊 因为腊八粥其实在这个中国各地都有这个样的习惯嘛 那材料呢 也是依照各地的特色 有一些变化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也非常感心啦 因为过年期间怕大家 这个吃饱喝足不想动 除了吃之外呢 最好能够下厨DIY看看 而且这里面那个 还找的都是台湾最好的做腊八粥的食材嘛 对不对 时间关系请大家自己参考 但是刚才提到2月21号 对 Underworld旅读中国杂志要请这个读者大家一起来跟福隆饭店 来吃这个精品煤的 精品煤夜 对对对 有兴趣也欢迎报名参加 那朱振凡老师还帮你们做了这个解读 对不对 对对 他就是帮我们特业邀稿 讲这个精品煤的饮食啊 常常被大家忽略的嘛 因为吃的东西 嗯 大家会想到的是红楼梦啊 红楼梦比较广泛的被讨论吧 广泛被讨论 可是精品煤里面呢 大家就是因为被改编作品所影响哦 都会侧重在他比较情色的那个面相 其实他里面很丰富的关于饮食哦 我自己自己读到最最惊讶的就是说他里面有一个烧猪头的菜色哦 这个是宋慧莲也是跟西门庆游软的一个妇人哦 本身也厨艺非常高超 那有一次潘金莲叫他去做一道菜当做下酒 这个烧猪头哦 他用一根的这个柴盒 就是一根的木柴 然后去烧这个猪头肉 把它烧得非常的软烂酥嫩哦 他是用这个两个锅子倒扣 好像一个压力锅的感觉 然后就慢慢的细火慢蹲 就烧起来了 我觉得这道菜我那时候读是非常厉害 因为古人没有压力锅 好像烤箱哦 对好像烤箱哦 他懂得利用原理哦 真的是很不简单 除了烧猪头还有什么特别的菜色 很多的像那个这个食鱼啊 食鱼现在也是蛮贵的菜的吃不到 古代的话他们吃因为很难得 而且这个鱼有保鲜的问题嘛 他们用红糟的方式 要吃的时候呢 从食罐里面夹一点出来配饭 非常的香哦 而且非常健康 好那这里面呢 这个除了各种不同的菜色之外哦 这个烧 所以你们有一绝什么二巧 这个酿螃蟹 还有刚刚讲的这个食鱼嘛 对不对 这个现在煮起来还可以吗 现在煮起来的话 这个我觉得猪头肉大概是比较难了 那你说这个食鱼或者是酿螃蟹 应该还有机会哦 酿就是说 大家如果吃过那个便利商店的关东煮 有一个苦瓜中间香个肉 尽量就这个概念 把里面的东西挖掉以后 再甜心的鲜料 算蛮好可以形容哦 这个关东煮里面的酿苦瓜 大家一听就应该就知道是什么了 所以它是又绝巧其精品美里面所写到的这些这个食物嘛 料理 所以它里面还有就是在宋朝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的用剁啊 酿啊 果啊 剃啊 这个灶啊 这些做法 因为中国人真的是一个好吃的民族啦 这种男人的胃啊 对对对对对不对 原来自古就是如此 所以你刚刚提到了这个里面的腊疤粥啊 这个非常非常特别呢 这个旅途中国杂志的美编还帮我们做了现代的腊疤粥 那这里面还写到了就是这个呃一个就是袁小姐吧 是不是 是 袁小姐的这个有呃有一个整的一幅画 各位哦这个刚才少文说了 这些画都是嗯请我们的插画家 对专门缝我们这一期的杀释内容 而2月21号这个呃在福隆饭店有个精品美宴 是是 嗯大家赶快报名 没错 因为有人数限制 好 那这个呢 袁小那些事儿 这也是呃宋朝跟明朝的这个袁小节的这种活动 其实跟我们现在很类似 我们也要这个看烟火啊 拆灯迷啊 去袁小吃汤圆 对对对 比较特别他有一个走百病啦 嗯 刚才说女孩子呢 就是平常不能出门 这一天呢 要这个过桥或是走大街 然后象征性的把这些灾恶呢 驱逐开来哦 嗯 像他们有一个特殊的走百病的习俗 哦 就走过这个桥就没有生没病了 对 就象征性把这些不好的事情驱散掉了 嗯 好 那嗯 这个嗯 金平梅里面呢 嗯 他用很多的庆典活动嘛 对不对 对 这个人跟人的相处 嗯 这个总不能老写那个男女之事啊 所以当然饮食跟庆典就是他的一个重点啊 没错 所以也是人交汇的所在 对没错 也是西门庆可以去勾引 哈哈哈哈 别人的发展关系的一个机会 哈哈哈哈 好 金平梅的十色世界是这一期这个 嗯 嗯 Underworld旅渡中国杂志啊 这个嗯 的重点 那这个呃 097的518518 嗯 大家这个写简讯进来 我们还剩最后一分钟 嗯 这一期里面当然你们还报道了 其他的重要的地方 因为很多人过年会到澳门去 嗯 我看特别这个 我的我的朋友里面好几个都去澳门啊 都去澳门也很方便 嗯 澳门你们做过一个专辑是那个 韩国的明星的 哦 对对对 你记得 我记得 我记得 我们见闻主编做的 对啊 现在问你澳门最好吃的是什么 你要推荐什么 我觉得他的不是料理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混血的菜色啊 或者是他们一些高档饭店 这个粤菜非常道地 哦 那里面已经有高档的米其林的 这个粤菜点心 林家昌帮我们介绍过 这一期光是 金瓶梅的报道就已经 令人这个 写麦喷酱 真的金瓶梅的 十色世界 非常谢谢绍文 谢谢 旅渡中国杂志 这一年来对我们 可可杂餐节目的支持 不会谢谢 谢谢 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各位这个旅渡中国杂志的办公室 现在在我们的十楼 好好玩哦 好方便 而且是以前我们的电台的所在地 多有缘分啊 好 好 等到后年来到 我们希望旅渡中国杂志 继续做精彩的报道 谢谢 谢谢 我们下转发 我们下转发 我们下转发